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center, and thank you for coming here to participate in today's Qingming memorial service. But later, I need to use Mandarin to deliver my speech. My subject is how to share our gratitude to our friends, relatives, and especially to those family members around us.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参加我的甘苗称名法位 那么我最好在讲一下 各位技术 大家好 我的台语好多年没有讲 说不好 说不好不要听不要说 所以今天我就欢迎大家之后 下面我就利用一点时间 跟大家谈我今天的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 我们怎么样念恩报恩 念恩报恩 你们来到菩提中心的时候 你们知不知道 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建筑叫什么名字 叫报恩塔 为什么我们起这个名叫报恩塔呢 原因是佛教里面 说我们一个学佛的人 我们一个三宝弟子 如果说我们要广众福田 有时候我们在佛教的 这个功德箱上面 或者有一些 这个标语上面 会看到广众福田 广众福田的方法 在佛教里面有三种方法 有三种田 我们可以种 田就是可以种东西的地方 我们要去种 不种的时候呢 没有收成 没有收获 所以一定要种 那三种田 是哪三种呢 第一是报恩田 报恩 报恩田 所以在佛教里面 报恩是非常重要的一种 修行观念 我们简单地讲的就是恩田 三福田之一 第一就是报恩田 恩田 第二种福田是功德田 功德田 功德田呢 我们有的时候也翻成敬田 恭敬供养 从恭敬之中来修这个福 我们呢 对哪些人要恭敬啊 在佛经里面 他说特别是我们要对那些 有修行的人 已经开悟的人 已经正果的人 我们要有恭敬心 从恭敬心中呢 我们可以培养福德 善缘 所以叫敬田 第三种啊 是贫穷田 人很贫穷 其实当我们见到穷苦的大众 我们可以跟他结缘 我们帮忙穷苦的大众 也是种福田的一个方法 这个福田呢 简单地 这个讲呢 就是悲田 有慈悲心 从慈悲心之中啊 来种福田 你看一个是报恩田 那报恩田呢 佛教里面呢 我们的主要对象 就是父母师长 然后呢 是功德田 也叫敬田 这个是开悟的大众 有修行的大众 胜得胜果的大众 我们这个敬田里面 可以修福的 最后呢 是贫穷田 所有一切穷苦的大众 我们要照顾 关心 就是种福田 不过今天 我的重点是感恩田 这个感恩 感恩呢 在佛经里面呢 它呢 是这个 以父母 师长 还有和尚 和尚呢 在佛教里面是 清教师 我最亲近的老师 如果说 我们在德州佛教会 你归医的时候啊 你呢 医治 或者是亲近 近海长老 跟他学习 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多年的 跟着近海长老学习 他就是你的亲教师 他就是你的和尚 所以一般 我们中国社会里面呢 称和尚 随便讲 出家的都是和尚 其实出家师父不一定 每一个都是我们的和尚 我们的和尚是 最亲近的那个老师 称为和尚 那一般呢 道场里面呢 也把这个助持方丈 称为大和尚 因为呢 所有的注重 都亲近 这位出家大德 以他为我们的亲教师 那今天 我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啊 其实我们除了父母 师长和尚之外啊 我们周围的人啊 很多都是我们的恩人 都是有缘人 都是从不同的方式 来给我们帮忙的人 其实呢 我们的恩人到处都是 但是呢 我们是不是有感恩 念恩 报恩的这个心呢 这个呢 要慢慢培养 有的时候 我们在现实生活之中 我们受到别人的帮忙 很奇怪 很奇怪 人很容易忘恩 但是很容易记仇 各位有没有发现呢 比如说 我们帮某一个人 帮了一年 两年 三年 五年 十年 八年 那么多年 有一天呢 帮不上 有一天呢 疏忽掉 我们多年的恩惠呢 很快就忘记 但是他的印象里面呢 会记得那天不邦的 这个 这个 当时的那种情景 所以那种啊 记忆的方式 其实是在 我们佛教里面 叫不正念 没有往正确的方向去意念 我们该意念的事情 我们要念恩感恩 念恩感恩是一种正确的一种意念方法 把好的事情记下来 所以我下面呢 要跟大家这个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感恩 我们为什么要念恩 我们为什么要报恩 有两个理由 一个理由呢 是凡事念恩感恩的人 他的生活里面会充满喜悦 充满快乐 充满种种满足的这种心情 因为他想到的事情 想到的人呢 都是欢喜的 都是要感恩的 都是要念恩的 我们知足 我们满意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感恩念恩 不知足不满意的时候呢 比较不太容易感恩 所以呢 会感恩的人 会念恩的人 会报恩的人 一定是知足满足 满足知足 知道说我们周围的大家 对我有恩 其实这种是幸福的一种心态 是喜悦的一种人生的态度 如果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 我们都这样想的时候啊 我们是笑着过日子的 左看也是恩人 右看也是恩人 相反的 如果我们的思维不正念 我们想到的都是 别人对不起我们 亏欠我们 对我们不好 对不起 那这个呢 我们心里面呢 常常不满意周围的人士啊 其实人的生活里面 就会非常的贫乏 贫乏的人们就会很辛苦 因为永远不知足 不满意 佛教常常说吧 苦的定义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说 脚痛是苦 头痛是苦 这个钱不够是苦 但是这个就是表面的 真正的苦就是人对现实的不满意 不满足 老是在不满足 不满意之中过日子 其实这个是最大的苦恼 你看我们有名有权 有钱的人多少啊 世界上很多人 很富裕的 很有权力的 但是他快不快乐呢 不见得快乐 因为钱再多 不满足 不会快乐 权力再大 不满足 不会快乐 争权夺利 那这个呢 就是人间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现象 造成人的苦恼 所以为什么要感恩念恩 第一个理由是 因为我们念恩感恩的人 心里面是充满喜悦 人生会幸福 人生会安乐 对我们有好处 不要想到说感恩念恩 是对别人好 其实是对自己好 这个是我们的那种念头 我们的思维 带动我们的喜悦 我们心情上的一种安乐 是自然的充实 你现实生活之中的 这种人生的 这些各方面的需要 就是基本上 你都能够用这个心态 来让自己过快乐的日子 第二呢 感恩念恩 是鼓励我们社会大众 要积极地行善 比如说你们对我很好 我说非常感谢 非常感恩 会对大家鼓励的 你们对我好的时候呢 我有回馈 我有感激 我会说谢谢 非常感谢 我一直念着 你对我的好处 对人有鼓励 相反的呢 你们对我好啊 我从来不说一谢 从来不感谢 从来不会回馈 你们给我的 我都收了 但是我从来不会表达 我对你们的谢意 这个会让人对做善事 没有信心 会慢慢地觉得做善事 好像没有好的回报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 我们有责任 我们要推动 鼓励大家 在社会之中 人跟人之间 要互相帮忙 互相感激 我们怎么感激 怎么样报答的时候 其实就是鼓励周围的大众 行善 我们希望我们周围的人 善人越来越多 其实对我们这个社会有好处 对自己有好处 所以念恩感恩 鼓励人向善 鼓励人积极地做好事 这是另外一个好处 那怎么样去感恩念恩呢 下面我就分成两点 第一 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之中 趁我们还有机会 跟大家见面相处 来往的时候 我们要利用所有的机会 跟周围的大众广接善缘 能够做的赶快做 能够讲的赶快讲 不该讲的不该做的 就一定要想办法 把它这个避开 要消除 我们人 其实啊 各位要知道 就是活一百岁 百年三万六千日 今天四月二号 过完之后就少一天 如实地讲啊 今天我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见面 明天 大家还能不能见到我 都不知道的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啊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时间去计较 没有时间精精计较 没有时间跟大家 说是说非 没有时间去烦烦恼恼 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 广接善缘 同时呢 一定要想办法 避免做一些 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要避免让自己 做一些后悔的事情 终身遗憾 趁着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 把该做的 能做的 要全部想办法做到 今天的因缘 能做多少 能做多少 做完之后 到了晚上功德圆满 心安理得的就休息了 明天再开始 天天如是呢 你的生活 就很富裕 就很富足 就很欢喜 而且这个 善缘呢 是越来越增上 我呢 讲到这个地方啊 我就跟各位讲啊 我人生里面呢 是有一件事情啊 让我有些遗憾 让我有些遗憾 这个事情呢 是跟我母亲有关 1998年 我母亲在缅甸 是这个有一天 1998年的 大概是年初 有一天呢 我弟弟打电话给我 他说母亲病重 我出家那么多年呢 我家里的亲人 几乎没有打电话 给我讲这些事情 家里的事情 都是他们处理 但是母亲病重呢 我弟弟觉得要告诉我 希望我能够赶快 回到缅甸去 陪陪老母亲 我接到电话之后啊 我也就马上就启程 回到缅甸 我母亲呢 那个时候确实很虚弱 不太想吃东西 不太能走 看到她的精神呢 确实差了很多 所以我就在缅甸 陪着我母亲 我母亲问我说 你这一次来呀 要住多久啊 我说住到你恢复 住到你好的时候呢 我再离开 平常呢 我是两个星期 最多三个星期 我就必须回来 那一次呢 我就说 我就陪着你 希望你越来越好 你好的时候呢 我再离开 我母亲很高兴 可能是我回到缅甸 陪老人家 每天呢 都跟他聊聊 做一做 他心情很开朗 人的心情开朗的时候呢 好像也开始会吃东西 因为吃东西 体力也越来越好 所以我母亲呢 这个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啊 身体就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几乎呢 让我感觉到 他已经恢复了 正在这个时候啊 我母亲呢 就开口 她说 这一次难得你回来 马上就要过农历新年 我们多少年没有过年了 你出家之后啊 我从来没有机会跟你过年 你能不能留在缅甸 陪我过这个年 当时呢 其实我是有一点点为难 因为母亲的状况呢 好像已经差不多恢复了 那我又想到德州佛教会 我们玉佛寺过年呢 是个大法会 大活动 我跟敬老呢 要在现场主持这个活动 我犹豫犹豫 想了好几天 最后呢 我还是觉得 我出家之后 应该以佛教为重 家里暑家的那其次 所以最后呢 我不得已又跟妈妈 这个母亲呢 报告 我说 我看你身体恢复得差不多 我呢 一定要赶回 这个美国去参加 玉佛寺新年的这个大法会 我母亲呢 听了之后有些失望 不过呢 我母亲很理性 很理智 她也不为难我 她说 如果你觉得要 要回去 你就回去 不要牵挂 不要牵挂 我就回来 回来之前呢 我跟我母亲讲 我说过了年之后呢 我会尽快地回来 再陪你 因为毕竟呢 我母亲那个病呢 是比较难治的一个病 我说我要回来 我当时呢 我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 这个那年的事情 那后来呢 我回来美国之后 过了年 忙来忙去 各位知道吧 忙来忙去的时候 日子很快呀 忙来忙去 我呢 没有马上回到缅甸 想不到四月初 1998年的四月初 有一天 我母亲吃完中饭之后 回到房间休息 就往生 我弟弟有打电话给我 那一下子呢 我心里面呢 就非常的不安 因为呢 我后悔呀 没有留下来 陪老母亲过年 想不到98年 那个农历新年 是最后一年 这个呢 到现在为止啊 我心里面呢 还是有些遗憾 没想到这个事情呢 我都觉得 我当时呢 应该至少陪一下 我在佛教那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回家过年 那一年呢 我应该要留在家里 陪老母亲过年 不后来呢 这个事情呢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之后 我又回到敏甸 回到敏甸呢 为我母亲诵经 这个念佛 我回向 回向呢 不过呢 我心里面呢 在悲痛之余呀 我就觉得 我要报母恩 要报母恩 所以人在世的时候呢 我们有报恩的方法 我劝我母亲 要念佛 要运动 每天走五千步 念五千声 阿弥陀佛 她往生的头一天 还在念佛 散步 这一点呢 我觉得 终于能做到 让母亲能够念佛 能够保持一定的运动 也算是尽尽了孝心 母亲往生之后 我怎么样去感恩 报恩呢 又进入另外一个思维 所以刚才那是说 人在世的时候 我们怎么报恩 怎么感恩 人往生之后 我们又怎么报恩 又怎么感恩 那是第二点 我在家里啊 陪着母亲的 就是这个灵位 我在那边 除了简单的举行一些仪式之外 我自己呢就发愿 为了报母恩 我们佛教说 我们可以诵经 我们可以念佛 我们可以为母亲 做一些善事 给她回向 那我就发心 从那天开始 从四月中那天开始 我就每天 为母亲送一部金刚经 1998年的四月中 哪一天我记不得 不过那天开始的时候 我到今天早晨为止 我没有间断 对我讲是个功课 但是对我母亲讲呢 是报母恩的一个方法 我不知道我母亲在哪里 我也不需要去了解说 我母亲在哪里 但是这个报恩的心 是我自己要发的 我自己要落实的 所以每天送一部金刚经 是我母亲往生之后 我才改送金刚经 然后呢为母亲回向 各位想想 这个98年到现在 也不少的日子了 因为对母亲的怀念 念恩 因为要报答母恩 所以那个心力也很强 让我呢持续的 不间断的每天送 每天送 送到什么时候呢 送到有一天 不能送为止 这是我的一个报恩的方法 第二个报恩的方法呢 是说我是出家私父 我在德州佛教会啊 我的名誉是 德州佛教会的副会长 我们在美国弘法 我觉得我们要为佛教 做一些事情 本来呢 菩提中心的理念 应该最初的开始 那一年是1995年 但是95年 96年 97年 虽然是说 我们有这个理念 但是没有确实的落实 有时候忙一忙 我们有些想法 有些目标 有些事情要完成 在忙来忙去的时候呢 好像这个目标 可以慢慢来 慢慢来 各位有没有想到说 我们人生有些目标 当我们忙的时候啊 有时候这个目标 是有非有 常常呢 时间就流逝过去 好了 等到98年 我回来之后 四月底 我回来之后 我们再开 这个 那个时候的常务董事会 那我就跟大家宣布 为了筹建 菩提中心 我要开始 为菩提中心找地 是那一年的四月 我开始发这个心 要为菩提中心的筹建 找一块土地 为什么要决定这样做呢 因为要报答母恩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我是我母亲的儿子 我出家之后 我们报福恩 这个理所当然 但是今天老母亲已经往生 我要表达我报恩的心 我下面呢 应该要落实 菩提中心的这个理念 让德州佛教会 有个菩提中心 可以弘法立身 能够弘法立身的时候呢 这里面会有很多 善因善缘 这些功德善缘 可以回向给我母亲 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念头 带动我 开始要落实 菩提中心的理念 98年 99年 这个2000年 一直走到三年多 终于呢 2001年3月 我们正式买下这块土地 再继续地忙 八年之后呢 终于建成菩提中心 所以呢各位 有的时候啊 我们念恩报恩 有时候会让我们心里面呢 有一种动力 完成某些事情 对我来讲呢 我是报母恩 对这个德州佛教会来讲 我们是这个报佛恩 报众生恩 其实菩提中心的绸建 其中还有个理念 就是要报信徒护法的恩 但是这个报恩的行动 是因为我母亲的往生 而带动我呢 要把它落实 不能再等 所以呢今天呢 我们讲到 这个如何报恩呢 我有两点给大家参考 第一 趁着我们还有机会 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要好好的 来广结善缘 好好的对待彼此 我们要尽量的 这个讲一些 大家欢喜的话 做一些大家欢喜的事情 不要浪费时间 斤斤计较 不要浪费时间 在是非 这些争执上面 其实这些呢 这个都是虚幻的 不实的 而且对人有损的 比如说有一天 我走的时候 我也希望啊 我心里面没有后悔的事情 心里面充满的都是欢喜的事情 我希望我的心里面是这样子 不过呢 目前呢 我也不要等到我走的那天 我每天都要欢欢喜喜的做人 欢欢喜喜的过日子 不要烦烦恼恼的过日子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第一步 我们用这个方式 用报恩的这个方式 来广结善缘 第二呢 如果我们的亲友已经往生 那我们呢 佛教说 不需要烧金银纸 不需要做太复杂的仪式 我们呢 就是诵经 念佛 行善 这三种方法呢 可以回向 可以表达我们报恩的心情 所以今天我们来这边 参加清明法会 我们清明法会 你看 诵经念佛 最后回向 我们是用这个方式 当然 我们在座的还有很多局势 也发心 赞助很多的 这个 功德善事 有的人捐花 供花 有的人支持道场 有的人的救济 我们刚刚 这个上个月 三月中旬 我们终于把 莫到的两万多的 这个善款 买了一些物资 送到土耳其 土耳其那边的灾民 很需要帮忙 虽然我们不认识 但是德州佛教会 也发起大家 我们筹一点善款 这个事情终于把它做完 这个就是悲田 贫穷田 我们时时关心周围 需要帮忙的这些大众 所以我再重复一遍 我们有三种田可以种福德 培养福报 第一是报恩田 第一是功德田 第三呢 贫穷田 那简单的讲的就是恩田 敬田 还有悲田 我们把它记下来 记下来之后呢 马上就落实了 等一下我们去吃饭 我们就要互相广结善缘 你照顾我 我照顾你 那个今天呢 我不多说了 因为等一下呀 我看那天气没有雨 我要带大家呢 念佛走到禅堂前面回向 那边呢 祝福大家 身体健康 诸事吉祥 真福真会 那今天 我讲完之后啊 等一下我们上供 上供结束之后啊 我就带大家 慢慢地 这个精神 漫步走到禅堂 那如果说 各位能够跟我走 我们就走过去 今天天气呢 实在也很配合 没有刮风 也没有下雨 还有没有大太阳 我们女士们呢 不要怕晒黑 这个所以今天天气 还算配合 那待会呢 我们走过去 到那边回向 这个圆满之后啊 今天的灾堂呢 也准备了 这个座位 同时准备了 这个便当 所以大家全部 可以留在 土地中心用灾 用灾之后呢 你愿意走过来 开车也可以 如果不想走呢 我们常住这边呢 应该呢 准备高尔夫球车 在那个停车场呢 给大家方便 就载过来 到我们停车的地方 这个上车 可以准备 我们那边呢 不想走回来的人呢 就在那边上车 上高尔夫球车 然后我们有人呢 这个载你过来 你回来再开车 我的高尔夫球车 也在外面 所以等一下 我也要想办法 把它开回去 最后呢 我在这个地方 我就祝福啊 我们所有过去的亲友 大家都能够往生净土 见佛文法 联品高深 同时呢 我也祝福所有 参加今天 亲民法会的大家 人人呢 身体健康 平安吉祥 身负真慧 发泄充满